在中国有三座最神秘的古墓 人们经常会说到 一座不敢挖 一个挖不动 一个找不着 它们分别是秦始皇陵 武则天的乾陵 以及承吉思汗的陵墓 其中秦始皇陵与乾陵 都坐落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之上 人们经常会说 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 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今天我们就来走进 不敢挖的秦始皇陵 它被以中华龙脊秦陵 在秦陵的中部 有一块突出的山体叫做泥山 秦始皇陵便是位于离山脚下 这里依山傍水 气象十分宏伟 我们先来到它背后的山巅 俯瞰陵区的全貌 可以清晰地看到 山体在这里戛然而止 脚下便是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 原处黄河最大之流渭河 也环绕陵墓而过 我们现在面对的方向是北方 在离山的南侧 是蓝天玉暖日生烟 蓝天玉的所在地 在其西侧为古都西安 与秦都咸阳 在其东侧为五月之一的华山 作为我国最大的帝王陵 在布局方面肯定颇为讲究 就如视频所示 三面环水 一面烤山 看起来似乎是一块宝地 我们沿着陵区的中轴线 向北方望去会有更惊人的发现 在举其直线距离 一百多公里开外的 人文始祖皇帝陵 恰好与秦始皇陵的中轴线相对 是人为设计还是巧合 我们无从考证 但在两千多年前 没有精卫度的指示 定位却如此准确 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再一次返回陵区调转方向来看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远处整条离山山脉 以及秦始皇陵所在的位置 离山就像一匹黑色的骏马 窝躺在远方的天际线 而秦始皇陵恰好处于居中的位置 如果您仅是去丁马俑参观 和南领略陵区宏伟的气象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地走进陵区 在我们调转方向之后 会发现一个问题 陵墓的方向似乎是坐南朝北 并不符合传统的坐北朝南丧葬习俗 为了规避这个问题 整座陵墓其实是坐西朝东 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寓意 象征着秦始皇 曾经东出收复六国的雄心 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发出来的陵区 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真实的陵区范围 大约有七十多个故宫的大小 防照秦都咸阳来建造 从他即位之后 历经三十九年来修建 由丞相李斯主持社级 大将张寒来监工 举有关专家探测 在陵墓的风土之下 孔含量异常超标 也引发了人们的无数猜测 根据古人的记载所知 在秦始皇陵中 用水银做成了江河湖海 两侧有人鱼油灯 永不熄灭 用青铜和黄金制作了华夏地图 把夜明珠点缀成星空 也安置有各种奇珍异宝 并且机关重重 在历史上 许多人想将其盗绝 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同时在陵墓周围 安放了大量的陶俑来护卫秦始皇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世界第八大奇迹 兵马俑 目前所开发的兵马俑遗址 位于陵墓的东侧 并且这些将士们 也都是面朝东方 生动地在线了 秦军东出的雄姿 同时也让人深刻地感受到 2000多年前的将人们 艺术水平之精湛 我们都知道兵马俑出土的时候 是彩色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 由大部分的兵俑 在重建天日之后 已经成了一堆碎片 在40多年的时间里 修复了不到三分之一 除了地下水的侵蚀 与泥土的收缩膨胀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应该是与地质变化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 距离秦始皇陵 不足百余公里的划线 也就是近卫南市划州区 发生了历史上最惨烈的地震 据推测镇极至少八级以上 也致使80多万人殒命 让秦岭山脉 向关中平原推进的数厘米 出现了上百公里的地裂缝 这些因素都可导致兵涌破碎 2000多年已过 出土的文物 让我们穿越时空 与古人亲密对话 而至今仍未被发掘的秦始皇陵 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 也见证了那一段曾经无比辉煌的历史